2022年慈激国际人议会年会 以防疫友情智慧生活为主题 连线台湾及现场分享 两天的课程让学员收获满满 跟别的这些医学的这些会议 就是感动到我们了 让我们知道我们做医生的出行 现在有评论是 未来的医生医学 不是只需要进行预算医学 或预算医学 未来的医学是预算医学 也就是预算医学 雪龙分会分享健康21挑战计划 从医疗的角度 讲述速食的重要性 让医护人员了解 全职务性饮食的力量 两天的课程更涵盖了 医疗与慈善结合的经验 让医疗更有温度之余 也照亮社会的暗角 他们是在一辈子的一辈子 没有人知道 他们不能够到 他们有很多人想帮助 但他们不知道怎么帮助 所以只有一人 高兴的智慧 大家都能够赚 医疗动员 各式灯笼高挂 欢笑声不断 除了上课 大家也在吉隆坡金斯堂 度过了一个温馨的中秋节 很久没有这样快乐的一起玩了 我觉得大家都好像变回小孩子的时候 大家一起庆祝中秋 大家上一家人 我们在台湾的时候 会遇到很多新的朋友 从世界各地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 能够再回去台湾 认识更多的人 一年一会难得团聚 在两天的经验分享后 让医护人员带着精进成果 回到工作岗位 继续用医疗专业 拔除病苦 麦大爱吉隆坡综合报导